大家好,好看不活的小霞又来更新了 今天这部剧集全世界期待了整整两年 就不再废话了 霞叔直接带各位一口气看完 SGR的几个震撼小故事 生活想想都安逸 但答案却是有生命危险 你看这条狗 就因为吼了机器人一去 就被机器人剃成了光头 狗主人想要报仇 却彻底激怒了机器人 书架上的鹦鹉被激光炸毁 就连狗主人都被激光剃头 这手艺可比Tony老师好多了 女人唯一的武器就是手里的一框衣服 可就算把衣服甩出去也不可能毁了她 但奇迹发生了 机器人竟然开始一件一件叠衣服 原来进化出人类般智慧的她 同时也进化出了洁癖和强迫症 可房门已经被机器人锁住 女人根本出不去 危难时刻 隔壁王大也突然带枪出现 看着自信的表现 是要英雄救美啊 枪落到女人手里 机器人想没开二度 但这边的一个一字马躲开 接着再一枪 但源源不断的机器人正在上小镇入侵 有人只能带着狗子和王大也 踏上一边逃亡一边反抗的征途 以上机器人版的釜山形即将上演 以上就是SG2的第一集 凯平就探讨了 人与人工智能能否共存 这个向来争论不休的话题 相信接下来的故事不会让你失望 下集依旧精彩 我们几秒钟后见啊 老母亲哭着求饶 可这个男人是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连小恐龙都不放过 任务完成 未来的人类个个都是神仙 住在云层间 汽车能上天 他们长生不老 不结婚也不生玩 然而却有一些人偷偷回到地面 传宗接代 在上流人眼里 这违反规定 人口一惊爆炸 再生就没地儿住了 警长强哥就专门处理这种案件 他冷酷无情 谁管是不是小孩 通通都是黑户 刚处理完小恐龙 强哥来找女朋友金姐 金姐是马鸡屯当红个星 哥民们吵吵闹闹闹 要给偶像搬个头衔 恐龙处决者 被吓到的强哥低头发现 走得匆忙 手上沾了几点红 顿时想起了小恐龙的画面 第二天 地上又有人犯事 出警自然少不了强哥 但强哥名声在外 工作时少不了被针对 本来早就习惯的小事 却让他更加忘不掉那个小恐龙 于是 顺着标签来的玩具店 意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女人 他尾随其后 果然 这个女人不干净 可强哥却不像平常那么无情 竟然和女人坐下聊起了家常 他不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放弃长生不老 跑到下面来生孩子 看着面前天真无邪的小生命 强哥好像明白了什么 不料 女人突然躲枪 放开孩子 冲我来 女人哀求着 孩子的哭声让强哥心软了 他转身出门 头也不回 谁曾想 门口有名警察正在等待 而屋内女孩的哭声还在继续 两人对视一眼 强哥跨过尸体 抬头望向天空 任由雨水扑打着面颊 他第一次知道 这是怎样的感觉 可惜 也是最后一次 ISG第二季第三季 诠释了人类繁衍生命的话题 如果有一天 你愿意放弃长生不老 来孕育一个新生命吗 好了 我是霞叔 下一期精彩继续 我们不见不散 这是个水笔命贵的星球 偷水者一律关进玻璃缸 暴晒到死 就连点杯饮料都要密码解锁 然而戴口罩的男人出手阔绰 直接走进黑市 从长得像粉皮的老板手中 拿到了地球运来的高档货 原来男人名叫丧彪 是个通缉犯 他的屁股还没坐热 皮肤白嫩的赏金猎人金姐 带着小弟阿伟就围了上来 金姐要丧彪的命根子 抬手就走枪 断了手的丧彪还叫反抗 但阿伟完全不给他机会 生死之际 就听噗的一声 阿伟死了 出手相助的美女 带着丧彪逃到了荒郊野外 这才发现 丧彪竟如同壁虎 慢慢长出了新的手掌 原来丧彪体内有一种特殊激素 可以断之再生 甚至长生不老 事已至此美女也摊牌了 他家英子 是地球情报局的特工 全宇宙把丧彪都当成了唐僧肉 唯有跟他回地球才能活命 但丧彪笑而不语 带着英子回到了基地 这里居然是个世外桃源 外面缺水缺到冒烟 丧彪竟然撕长着一盒车离子 播出一夜的功夫 英子陷入了爱情 然而到了午夜 警报骤然响起 几名异能人士包围了驻地 但这些烂番薯臭鸟 但嘀咕了丧彪的身手 解决完偷袭者 丧彪同样命悬一现 英子刚解决完壮汉 还没来得及出手 偷袭者宁笑着说道 丧彪你给我去 搞了半天 英子不是人 而是陶瓷合金机器 SG2第四集 两个不是人的人 反而在这冷酷的世界里 寻觅到了最宝贵的爱情 真是令人感慨 又觉得讽刺 好了 我是霞叔 下期视频依旧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 一类飞驰的火车 中途突然停下 远处高草丛闪烁的亮光 诡异又美丽 男人想下车 一探究竟 可还没走两步 就被乘务员拦住了 说话间 乘务员意味深长地 看向草丛一脸担忧 这更是勾起了男人的好奇心 他借口车杆滑子就上车 乘务员放心离开 可男人望向那不断窜动的亮光 一头栽进了四十米高的草丛 亮光在不断移动 男人也在寻找中迷失了回去的方向 这时乘务员提醒发车的声音传来 糟了 可他怎么也跑不出去 突然男人又看到亮光 向前去求救 他小心翼翼拨开草丛 竟看到一只不灵不灵的怪物 蛰伏的怪物们 一个接一个起身 争先恐后潮地扑来 男人奋力自救 终于看到了火车 希望就在前方 怪物张开樱桃小口 都在争夺男人这块腊肉 跑在这时 乘务员赶来 用火把驱逐怪物 带着男人逃回了车上 没吃到肉的怪物 在地上不断嘶吼 随着猎车的行驶 整片草丛都闪烁着诡异的光 SG2第五集高草丛 霞叔就讲到这里 下期视频一旧精彩 千万别走开啊 圣诞之夜 一对姐弟突然惊醒 感觉家里见了脏东西 他们捏手捏脚走到客厅 想看看是什么脏东西 突然一个黑影飘过 长筒话也随之抖动了一下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着 圣诞老人送礼物的新闻 他们悄悄躲在沙发后 以为圣诞老人大驾光临 结果这时 一只怪物伸出舌头 喝光了牛奶 还偷走了饼干 撑得直打嗝 姐弟俩惊掉了下巴 瘫坐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 而怪物吃饱喝足之后 静止走向了他们 他挪走沙发 露出了微笑 姐弟俩吓得直往后退 可怪物步步紧逼 还上前给姐姐来了个贴面礼 可下一秒 怪物从嘴里吐出一个礼物 礼物盒上沾满了怪物的口水 姐姐却不敢不接 接下来怪物又亲吻了弟弟 弟弟面露难色 然后怪物又吐出了一个礼物 送给弟弟 然后说了句 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从烟囱里爬了出去 弟弟打开礼物一看 是他想要的急速列车 他们回到房间 姐姐问弟弟 弟弟没有答案 但大家可以把这条视频 给熊孩子看 乖孩子才有圣诞礼物 不乖就会被怪物吃掉哟 艾斯基尔第六集 画面生动有趣 看完回味无穷 下期视频依旧精彩 小侠来了 我们不见不散 这个男人奄奄一息 却不敢求救 说出去太丢人 他是被狗伤成这样的 他叫阿伟 半个小时间 驾驶飞船攻击赛波探星球 回来半个遇到了袭击 飞船紧急着陆马家屯 阿伟徒步40公里 找到了安全屋 可没想到 刚门开启 系统只说了三个字 狗屁垃圾 华音未落 机器人动了 胡萝平洋被拳击 阿伟下个目瞪狗呆 关键时刻 多亏帽子救命 阿伟大气不敢出 现在动一下 绝对被摇成渣渣灰 他小心翼翼地翻开裤兜 逃出手电筒 没有一条狗能抵挡光的诱惑 只听喀巴一声 机器狗上当了 紧接着三下五出二 他自断经脉 很快倒地不起 局势扭转 机器人手动狗头保密 打阿伟可不答应 危机解除 阿伟赶紧发送求救信号 我是阿伟 我还没死 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 爱斯基第七集 瞎叔就说到这里 下期视频依旧精彩 千万别走开啊 这是人类第一次见到巨人 身长四十米 体重六十吨 却扬面倒在海滩上 死得不能再死 马加特居民闻讯 蜂拥而至 没想到巨人生前 还是个帅哥 手掌足有卧室那么大 甚至能够养鱼 科学家强哥震惊了 他搞不懂巨人从何而来 但吃瓜群众 觉得特别好玩 孩子们在肚皮上追逐打闹 甚至有人蹬鼻子上脸 几天过后 新鲜感没了 只剩下螃蟹 把嘴巴当成了新家 盐窝里还留着 随处乱扔的烟头 再不处理就要臭了 包工头们在沙滩上 商量着如何切割巨人 街头艺术家 则忙着涂鸦 更夸张的是 黄卫菊就近 摆上了上千口铁锅 开始焚烧肢体 那味道和猪又炖粉条差不多 强哥感到无比心酸 还没好好研究巨人的起源 他已经被分解成了纪念品 其中最长的腿骨 就放在马图夫 他们家店门口 而他的头盖骨 则成了村民老刘的牛棚 艾斯基2第八集 海边巨人 画面非常猎奇 意境十分深远 看完回味无穷 好了 故事先当抛砖引玉 艾斯基这样难得的神作 还是建议各位完整欣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喜欢我们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一旧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